我从未欠过有如此浩颜无耻之恩 先帝创业未斑 而中道崩促 惊天下三分 一周疲弊 此城危及存亡之囚银 これぞ大群氏の究極陣地 主公现在咱们有多少兵吗 差不多三千年吧 这样主公让义德将军率领两千九百九十九人 兵分两千九百九十九路 抗击曹操先锋部队 那万一我有个闪失怎么办 多多放心 你妻儿量养之 诸葛全副你的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却克 刚刚整理出来的内容 是我还没查资料前对孔明的认知来源 孔明的二创很多 而这些孔明都有个共通点就是 诸字多谋 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前 我就要向大家介绍一款需要智慧的游戏 如APP的名字 游戏的主要目的就是塔房和收集纸牌 跟传统塔房不同的字 进击的皇室是要和其他玩家进行合作或是对抗 现在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或是扫描QR Code 即可获得专属奖励 游戏实际的进程很易懂 战斗时点选指令栏上方的召唤 将会随机将卡牌放置在空格内 这些卡牌会不断攻击来自左方的小怪 为了更有效率的消灭敌人 我们可以选择召唤更多的卡牌 或是将台面上的卡牌进行合并、升级 哪个时间点选择哪个动作 就是游戏胜负的关键 如果是双方对战 就是看谁先被怪物抵达右方三次 谁就输了 如果是合作 则是共通面对15波敌人 注意 战斗的当下 还有右下角的英雄能力可以发动 善用英雄将可以扭转战局 当然 不论是卡牌或英雄 在收集好素材后都能进行强化 记得执行这些动作才能让战斗更顺畅 好 介绍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都心动了吧 还不赶快点击资讯栏和留言区的连结 扫描荧幕上的QR Code 免费下载 晋级的皇室 被获得特殊大师宝箱奖励 如果您使用的是iOS版本 请不要忘记在首次启动游戏时 允许APP追踪您的活动以获取宝箱 奖励数量有限 快去下载唷 一起和我加入 晋级的皇室 踏方游戏 诸葛亮 自孔明 人称卧龙先生 不知道各位最早是在哪个时期认识阿亮 我自己是在国文课本上的草传接见或是出师表 相信在荧幕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有不少人被这两篇课文荼毒过 特别是出师表 要你整段背起来的老师肯定不少 当时的我只对阿亮满满的干意 读出师表 不下累者 欺人必不忠 唉 我想不少学生确实会落泪 只不过大概不是被阿亮感动 之后一直到三国电视剧在台播出后 才大幅扭转我对阿亮的看法 如同普通的二创作品 该电视剧是以三国演义为脚本 三国演义中的阿亮 有一堆奇招 像是 缤纷2999路 呃不对 应该是 草船借鉴 借东风 火烧连环船 三汽周瑜 诸葛亮蛇战群雄 七情梦惑 空神祭 我 从未欠过有如此 耗颜无情之恩 等等 在还没对孔明有深入了解前 只觉得 哇 这个人也太神了吧 然而当发现这些计谋 全部都是罗文同志 遗花皆末 或是幻想出来时 我对阿亮顿死没了好感 再加上不久后 我又想到诸葛亮北伐失败 后来就只觉得 亚瑟王果然是个女孩 不对 是二创害人不前 吹诸葛春夫吹这么凶 到头来还不是什么都没成功挂掉了 诸葛春夫也就而二 不懂他的粉丝怎么会这么多 之后再度接触到孔明 已经是玩FGO死的事 遗憾的是 游戏里的孔明跟原本的孔明 几乎没有关系 游戏中的孔明 只是把历史上孔明的能力 灌入到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上 这两者的共通点大概只有 都很过劳 都经常眉头深锁而已 这边 我真的很想抱怨一下 要是FGO的创作群 有认真研究历史上的孔明 究竟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存在 那孔明应该是有机会单独显现才对 回到正庭 下一次接触到孔明 他已经变成了鸡掰人 要说这系列唯一的门槛 大概是必须要稍微了解 三国人物的原型和背景 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笑点 冷淡熊创造出的三国 非常推荐各位一边喝水食一边享受 接着又过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今年纯帆派对咖孔明开播 C下讨论版上出现 超大量的孔明讨论文时 我才认真研究 史实上的孔明有多扯 确实 现实的孔明没有这么多奇澈 也没有用一张嘴虐爆一堆人 实际操盘的胜仗也没有这么多 但是 孔明做出的各种诗经 让我觉得他真的是个神人 甚至比小说中的还要扯 朱伦亮同时有多个身份 丞相 政治家 军事家 文学家 发明家 书法家等等 在这些身份中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三个 发明家 军事家 和政治家 先来讲讲相对不重要的发明家好了 据记载 孔明发明了 天灯 十字连弩 木牛流马 馒头等等 天灯用叫做孔明灯 是孔明被司马懿困住时 算准风向 把求救讯号细在紫座的灯笼上 并放到天空 孔明灯被公认是热气球的石柱 十字连弩 又称诸葛连弩 这玩意的特点有三个 1.一次能射十字箭 以当代来说 火力很强 2.可以瞄准目标 等需要石在射 有利于选择射击时机 命中率比攻还高 3.体积重量大 单兵无法使用 馒头 就是诸葛孔明率蜀军渡过湍急河川时 用来祭拜平息河川用的共品 动画中会是人头的形状 最主要就是要用来替代真正的人头 馒头诞生后经常作为祭祀的共品 顺带一提 当时的馒头是有肉馅的 也就是现代的包子 木牛流马 这玩意虽然找不到食物 实际使用方式也不明 但根据记载 这玩意不但能运200斤以上的粮草 还内建机关防止敌人夺取后使用 单看发明的项目 或许没办法跟人类历史上的发明家相比辟论 但是 这些发明都只是他的副业 都是为了战争所创 能边打仗边创造一些全新的东西 这怎么看 孔明都像清小说的主角 下一个职位 军事家 这方面我不是专家 我只会做个统整 想要细听 可以参考英雄说书的 诸葛亮到底是不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 或是说书人柳玉的 诸葛亮真的不擅长用兵吗 简单来说 在刘备挂掉前 诸葛亮实际在最前线大一兵打仗的次数并不多 有记载的 大概就是阿亮带着二弟三弟前往成都支援刘备 一路上 阿亮连战连胜 平定了各郡线 与刘备会合后 还一起拿下刘张 这场战役后 阿亮基本都在后方处理内阵 注意 这并不是刘备信不过阿亮 只是更需要阿亮在后方做全面的支援和调度 在刘备挂掉后 阿亮非常夸张 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重整了被刘备败掉的树冠大军 一举搞定南中的叛乱 诶 别以为那群南蛮很好收服 那边的地形崎岖 常常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都无法搞定 又过了两年 来到了著名的五次北八 第一次 谁守得住接亭之战 这一战 虽然一堆人觉得孔明用错人 才导致接亭失守 但根据有认真研究的人推测 那个时候的主要大干部 全部都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阿亮手上根本没有其他人才可用啊 这一战被认为是最可惜的一战之一 要是马术守住接亭 拖住敌方部队 然后孔明用成功拿下隆西 那历史真的有机会被孔明改谢 注意哦 虽然本战以失败告终 但蜀军的主力部队根本没有受到重创 阿亮还带了数千人返回大本营 路途上拿下的几个点也有成功守住 第二次北八 可以说是阿亮最不好看的一战 因为情报不足 没料到对方强化了陈昌的防守 这让阿亮的数万人大军花了二十几天的时间 都拿不下只有千人驻守的陈池 拖着拖着 阿亮没凉了 只好全军撤退 有意思的是 追击阿亮的卫将王霜 被阿亮直接反杀 第三次 阿亮攻下五都殷平两郡 并在击败夏侯霸、郭槐、廢药后 就没有更大的动作 第四次 这一次的北伐 阿亮才正式与司马懿交战 各位也要知道 司马懿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但他却被孔明打到两次闭门不出 确实 司马懿不出门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啊 你們能想象 乌军主动向俄国进攻 然后 俄军被打到不敢迎敌的状况吗? 用这个比喻 相信各位就能明白 为什么司马懿的部下 会一再要求司马懿主动出击了吧? 然而 再度出击的结果就是 全败 事情都变成这样了 司马懿也只能彻底执行 歸儿子战术 两边也就变成了消耗战 如果李延没弄到阿亮军粮不够 那还有得打勒 跟第二次的结果一样 看着阿亮退兵 司马懿以为机会来了 就派着张和去追击 然后 然后他就死掉了 还敢下来啊 逼尿 第五次的北伐 是阿亮的最后一战 这一次阿亮联合东吴一起出兵 可惜啊 那个东吴就是废 一下子就被打退 诸葛亮这边则又对上了 铁了心不肯出门的司马懿 两边最多只有几波小规模的会战 好 你不出门 想让老子断粮 那老子就在你家门口种田 然而 遗憾的是 阿亮最终激劳成疾 病逝于五丈远 若是只看结果 阿亮确实没有那么神 但是各位要知道 当时阿亮最多也就带着五万人北伐 兵分后还更少 朝魏呢 他兵力则是有整整五十万人以上 忍兵器时代 兵力相差这么多 阿亮能取得这种战果 你还会觉得他带兵打仗不怎么样吗? 应该说 不怎么样的话 阿亮怎么还会被后人放入五庙 怎么还会被历代兵家认可 更何况前四次北伐 是在三年内完成 这代表着 属军都没有大规模的耗损 第五次会脱比较久 纯粹只是因为阿亮要集气 来不大的 更夸张的是 根据证实记载 储君并没有越打越穷 还完全没有抢劫地方百姓 能有这种结果 真的神奇到爆炸 好 既然提到前 那就必须来聊聊 阿亮最被四人夸耀的 内政 关于这方面 我认为可以简单分成 司法经济和人和 司法方面很单纯 就如初师表说的 公宗府中 巨为一体 自罚贓品 不宜一同 不宜偏师 使内外一罚业 当然最难能可谓的还是 阿亮能严格执行自己说过的话就是了 经济方面就更神奇了 由于阿亮知道 魏武两国都要赎井赎盐 因此他号召 属地百姓 大量职商养产 为赎井提供足够的原料 还集中资井工匠 由国家管理资井产业 各位要知道 那个时代对于农业生产极为重视 对于手工业和商业有着先天上的歧视 可是呢 孔明他老兄却率先把工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 完美地实现了 你们只能拿我 花在你们身上的一千万 去请律师团来 尬我 尬尬 一定就会知道 这才是最困难的 对外 阿亮成功修复与东武的关系 两国再度联手抗潮 对内 阿亮调解了各个军系将领 成功维持了蜀汉内部的军权平衡 大概就是因为阿亮有高明的手腕 数字的北伐 才没有被其他派系大动作的数字 好了 以上大概就是阿亮全部的事迹 虽然后世有人质疑阿亮 为什么不好好窝在异渝就好 但其实是 魏国帝大 你根本农不赢对方 等魏国农好兵后 蜀汉必败 再来 也有人质疑阿亮生平不出奇招 但其实是 蜀汉经不起大败 所谓的奇招 都是赌错就完了 基本上阿亮做的所有决定 就算有人带着死猪抵替阿亮的位置 我看也没办法做得比阿亮好 阿亮的好 是被对手认证 被百姓认证 被后世认证 被先后两位主攻认证 特别是最后一点 历史上 像阿亮这么有威望的工程 要么篡位 要么隐居 要么下场 都很惨 而阿亮却能在自己的位置上 做到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也难怪阿亮会被称为 千古名像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来到现代 那他不论做到什么 都一定能用一句 他是阿亮 来搞定所有矛盾 派对咖中的孔明呢 不论是吸收薪资的速度 对音乐的感受 对他人的态度 都看得出来跟史实没有出入太多 这也就表示 作者有好好研究孔明 而不是随便套个皮就上 好啦 我知道观众比起我介绍的孔明 对OP中的孔明印象更深 我自己是很欣慰 有作品能让孔明来到现代 好好休息 还让孔明找到新的目标 有机会完成生前未能完成的梦想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相信有看完节目的各位 应该都能理解到 其实不只有演绎 包含正史 游戏 漫画 小说中的阿亮 都几乎是接近神棍等级的存在 说实在的 我自己是很想知道 要是孔明来到现代 他到底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有办法解决台湾的现况吗 不知道各位对孔明有什么期待呢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吧 如果可以的话 也顺便留下你对孔明印象的变化